华联先议会第19届第24次临时会一读会议当中 县议员庄之财黄兴、杨华美还有黄玲兰 并且针对矿石税、光华垃圾转移运战 以及918复原计划等议题提出多项建言 华联先议会临时会当中 先言庄之财则是紧咬着矿石税的争议 和代理秘书长柔中针锋相对 由于双方各说各话 那切掉装置才把资料丢向楼中 我不知道华联先一下都是什么 人们一人去拿 他的费到说不然 他不敢买点 发卷一条 人们要华联会有法联会 人们派华联会有话 你怎么不能跟他讲话 这钱是金属三 这个经历的业头 报告了尊业 我说白了,我也要法导提审查中央获得案子 随便是临时动议,总之也把握好自己最后一次实践来质疑幸福的作为 另外先言黄欣和杨华美也针对36项提案中的内容以提出咨询 补充资料的意见,这个民众对第9案是3,150万 那今天的补充资料给我4页 我们不要讲刚初步看,因为早上来的人在多商 其实很没有诚意 这个包含文化局补充进来的案件 然后原新处补充进来的案件都算是完整 让本会能够好好的来看这些计划的内容 但是我认为第9案,新年处的第9案,这3千多万的案件 补充进来的资料者4页完全没有诚意 那这件事情请导演组长将完整的计划内容送进本会 我们会另外再发布 那在未必更序论之前 希望他不要再用我 对于厂高作业的东西 就继续来参加你们看 我们会另外再玩 欢迎县议会第十九 以及第二十四次临时会 虽然一读会全数通过 县议们也把握今年度最后的临时会 来提出各项建言 希望确实做好监督的角色 共同和华丽县政府打拼 让县政能够顺利推动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